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400多亿小英政府称为经济红利 他说经济红利要和民众来分享 但是这400亿到底应该怎么花 要给谁怎么付 大家吵吵闹闹吵成一片 我们等会儿要来讨论 这400亿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刺激经济 同时带你来关心的是 刺激经济说到刺激经济 高雄每天拼经济都有新招 那么现在最新的新招是什么呢 韩国瑜说要推高雄币 这是什么 高雄币是只能在高雄花吗 又要怎么花高雄币呢 在今天高雄在地的PK裤子大王 来到节目现场也来谈谈 到底这个高雄币 在高雄能不能成功的刺激经济呢 我们刚才介绍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成年专家来宣传 憲哥 大家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邱明玉 大家好 要请到激进党发言人陈柏惟 大家好 谢谢 大家好 怎么样 谢谢 谢谢 好 英文啊 好 邀请到在地的高雄PK裤子大王 杨正成 大家万福尽安 民进党特别市议员王世坚 官好 大家晚安 好 今天开始政治到头条 带你来关心的当然跟我们荷包有关 政府超收税收 所以要还利于民 但要怎么还呢 收好武鞋准备出门 下午有个国标舞教学 打工机会 上完之后 没得喘息 打开 行事力 数一数 或是练完午后就去跑一下午盒子 蓝蓝整个月超满 对 很满 很满 就就没有休假 一月份红的蓝的鞋满满 都是预约好的工作 打工足的他一个月兼三份差 月薪不到三位 现在政府打算把多收 这趟盈余的税额四百亿 分给经济弱势 共享经济红令 月薪三万以下的族群 一人大约可以拿到一万块左右的现金 人家可能一般上班完 然后就可能还有休假 做休二日 对 但是我要上课 然后又为了要生活 所以就又打两份工这样 你会觉得说对你的生活有帮助吗 当然是有帮助 能拿钱就是可以轻松一点 打工族月薪三万以下的族群 听到有红包领表情松了一口气 不过2009年发消费券 烧掉800亿 现在只有400亿 升多州少该怎么发 谁才真正算经济弱势 这就比较难界定 报过税的 但是他的薪资所得相对的低 这个是优先 政府的债务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财政调节的机制 现在多减债 以后有举债的空间 拿400亿还债 当然是为长远记 不过要让辛苦工作的人有点小确幸 给个红包 疏解压力也无不可 三立新闻李维廷 全家们特别报道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政府要发红包了 问题是谁能领到红包 又要怎么发 照理说发红包不是大家开手好棒棒吗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这一次政府要发红包 我跟你讲绝大多数的人像我一样都是反对反对反对 你是反对的吗 反对啊 我跟你讲有四种原因 而且有四种就是跟我差不多的人 我先讲一下这个方案 现在就是说 因为刚刚不是讲 政府要发红包吗 目前是针对低收入户 就是说你薪水不到三万块以下的人 他大概可以领到一万块现金的红包 现在这是比较具体的一个方案 三万块以下的是不是就是 比较低收入缴税的人 对 不用缴税的人 所以不用缴税的人 却可以从超收的税收里头 享受到红利 关姐说对了 这就是第一种抗疫的声音 比如说就是今天有一个单身的妈妈 代表大家的心声 她说她要养两个孩子 而且她还要租房子 她说她去年总共缴了七万块钱的税 她就很生气 凭什么我这么努力工作 一年缴了七万块钱的税 我竟然要这个政府超收的税收 你不把税收还给我 还要把这个我的钱呢 拿去给这种不用缴税的人 这是第一个反对的声音 那我认为如果是这个方案 那就不叫做分享经济红利 因为分享经济红利就像澳门一样 澳门不是拌账很多钱吗 对 就所有的澳门老百姓 今年如果政府 你把它当作是一间公司 公司有贪金 就要分红给所有的股东 老百姓 民众若是股东的话 那照理说 就是你有几个股份 你有多少股东 你就分多少钱 这是澳门 那叫做分享经济红利 那如果照小英政府的做法 其实是比较像福利政策 没错 救助弱势了 对 所以我就说像单身的妈妈 网友 他就讲出大家的心声 我缴税为什么要送给没缴税的人 所以第一个他是反对的 好 那第二个跳出来的人 就是退休军公教 大家还记得吗 退休军公教 包括这个景销 都被砍了这个年终 去年的年终 不是慰问金 退休金被砍了吗 年终退休凤 对 所以军公教就跳出来 他说你政府不是说我们的这个 财政结军 对 要破产 你去年在砍了我的钱 对不对 18%什么都没了 结果你竟然竟然要 就跟我讲说这个盈余超收 然后又要发大红包 你说这些人他怎么可能吞得下去 那政府的逻辑是这样的 政府的逻辑 我现在想的是政府逻辑 政府逻辑是 我左手是超收 但是右手军公教各自独立的水库 没水 但左手的水不能去挤住右手的水库 政府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这个水库没有水 这个水库要破产了 这个水库供应的人就要砍掉 但是我左手有超收 这个是另一回事 政府是独立思考 如果问题是政府的话 你军公教怎么可能听得下去 这样就把钱还给我就对了 那第三种人他们是认为说 财政部去年的统计 我现在全台所有的人 这些子孙 每个人都背债22.7万的国债 负债 对 那他们的想法 比较像台北市长柯文哲 阿伯一样 你有钱就赶快还钱 对不对 那你政府赚了钱 你不赶快还钱 然后你还要再举债 举800多亿 还要发红包 那这个是什么道理 大家就听不懂 所以这个第三种 跳出来的人就认为说 你政府有钱 就先还钱 减少债留子孙的压力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赚钱 真正实实在有赚钱 再来发红包 那政府的逻辑是 哪一个国家不负债 负债是为了建设 那也不因为负债 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 这是政府的逻辑 第四种声音 阿伯我真的觉得你很棒 你要不去当政府的发言人 没有 我现在只是把 民众的抱怨 跟政府的逻辑 都让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来想一想 谁讲的比较有道理 那最后一个逻辑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国民党的立委 曾铭忠他质疑的 他也是跟台北市长 柯文哲阿伯的质疑是一样的 他说政府现在经济哪有好 明明中央政府还负债5.5兆 而且现在钱沾的8900亿 你这个举债 这个钱还在举债 还在审理当中 还不知道在哪里 你还要在举债 所以政府的财政哪有好 你只是告诉我你税收超收 可是事实上我们中央政府的财政 还是属于亏损的状况 5.5兆 所以他们不认为说 在这个时机点 是发放红包的一个大好时机 好 这一点我就不知道 政府的逻辑是什么了 所以我要问一下贤哥 一般民众 一般老百姓都觉得景气不好 经济很坏 生活比以前更难 那为什么政府会超收税收 这两件事没有点矛盾吗 看起来是有点矛盾 教理说政府是超收税收的标识 我们的经济很好的 其实没有很坏 有什么民众觉得经济很坏呢 因为我们的GDP 有百分之五十 是在香港与大陆发生的 我记一个例子 我们的鸿海 鸿海去年做了4.75兆 但是能够得到鸿海4.75兆 它的利益的只有三种人 第一个政府收了两百多亿 第二个鸿海在台湾的员工六千个人 第三个鸿海的股东 如果抛除这三个人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鸿海做4.75兆跟7.5兆 跟我们一点关系就没有 所以其实我们的GDP 数字会说话 数字也会说谎话 另外 台湾最近这几年的贫富差距 如果用十等份的话 最有钱的跟最没有钱的差一百倍 为什么 分配的问题 是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那现在政府是不是就是利用 超售的税收来重新做分配 对 所以理论上来讲 它这个是学外国的 学外国的 那这个理论是从1930年开始 来现在这种的所谓的 基本收入就是美国的观念 人类生活平等 保有不可侵犯之天赋人权 国家的资源是属于全民的 所以阿冠你今天贪一百亿 不是你很厉害的 因为是我们国家的环境资源给你益助 我今天贪一万块 不是我很贫乱还是很贫团 因为1930年 全世界的金融海啸之后 很多的经济学家发现 失业跟贫穷 其实跟懒惰是没有关系的 有时候是大环境的关系 就咱俩来说 做牛不用怕没来好拖 但是你这个时候 你要做牛就没来好拖 我都不是拼拖 我真的找不到路 因为这样的概念 所以在1961年 那个经济学的一个教授 傅立曼 他就提出了 所谓的富守得税的一个概念出来 那我现在把全台湾分成十等份 假设十等份 那十等份里面的 那个平均值 百分之六十算是及格 这个百分之六十如果一个家族 假设是一百万的话 就是说这一百万的 他们有法度温饱 有法度温饱 但是比如说 我就找不到路 我一个人赶他两万一而已 我家四个人也是很贏 我赚多少赚四十万 我没有赚温饱 你赚那二十万政府给你 是这个概念 就是维持基本生活所持 我你赚八十万 你那二十万你就要看多少 所以你赚政府 你赚多少政府 政府就这些好给人的收拾 去补贴 去补贴 补贴我们这些人 但是这不是福利政策 福利政策就是说 在1961年的时候 美国有五千七百万 赚用人的孩子 赚用人 结果美国包括老人补助 儿童补助 食物补助 医疗补助 那年开三百三十亿 但那就是齐头士的平等 那不可以这样 如果这样比方说 我们要听法国一个 女儿生的十七个孩子 法国对小孩子补助很高 他想我美国好好的开名车 那我就在厨房边做了 所以这个原因 他有两个铁责不能改变 第一个铁责 你的收入一定要达到哪里 你不能说你都没做人费 你在家英雄你是游民 你是游民 你不努力 所以到现在就说 我们家四个人 我们有赚到四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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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真的没有机会 来来 你政府给他保障一下 我就更拼一下 让我劲一下 给他鼓励一下 但是我如果根本 都没有赚到四十万 我赚到四十万 你也不赚到 因为我这就变社会福利的一环 可能我们家没有赚到 我们就去听老人年金 那些老龙年金 那些什么年金 那些社会福利的一环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 在国外行军有年的 付所得税制嘛 对 这个概念没有 没有错 其实最成功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他曾经有 200万人民的贫穷人口 他的失业率4.5 结果他实施这 付所得税的一个改变之后 7年内 他的贫穷的家户 减了8.7% 本来是22% 所以现在善用人 越来越糟 因为大家在这边嘛 那很简单 所以简单来说的是 我们补贴的是哪些人呢 是他已经很努力 对 他有在打拼 但是他还是落在贫穷陷之下的人 你把保折 让他继承 现在没问题 对 有人说 你跟社会人 跟社会人不同 社会人不同 社会人就是福利政策 社会人同样拿3600块 台湾人同样拿3600块 但是我已经跟台湾人的3600块 对他来说 说他要拿的要做什么 对吧 但是他有提到 好 所以这一次小营政府 如果他真的像媒体所说的 收入在3万块以下的 发1万块红包 比较像是 副所得税制的概念 副所得税制制度 但我们回到另外一个层次 副所得税制的概念呢 它是为了要让所有的老百姓 有基本的生活 对 保障他的基本生活 但是对刺激 刺激 消费刺激 经济成长 有没有帮助呢 不见得有帮助 我来问一下时间 你觉得发消费券更好 还是在这里发红包更好 我感觉其实这是小营政府的一个好意 那我起来比较不懂的是说 反对的人像刚才的名誉 跟赖政宣 赖政宣说的 这是都很好 这是用学理上来分析 但我还想不到的是 赖政宣的国民党 他们这种批评 他们说到没有一句话 似乎没想到 过去他们做得可以 过去他们消费券 那就是账民 国民党发消费券 马英九发消费券 叫做端粗牛肉 现在小英想要回馈 给我们的国民 辛苦的国民们 这样就叫做讨好 买票 这实在是很离谱 这方面 他们这个標準 就已经不对了 因为小英的利益良善 你是真心这四百也要处理 我认为说 我认为说 就是法 如果在三万块这个標準 这其实这样最好 法的经验也多 但是刚才说到 我们上班改善 不管是领三万或 领四万五万 其实都是同样的辛苦 尤其领三万以上 有六岁金 一年又六到六七万的 所以我是认为说 一千万 一千万位 我们的寿星阶层都应该发 那这四百亿 其实足以发 发下来 就像当年的消费券一样 一个人大概四千元左右 所以四千元 意思是所有的三百组 都要本来 对 我认为说 这个应该当做一个福利 到福利 福利就是大家都有 所以一千万的寿星阶层 都应该要有 那一个人就補多少 有什么 四千元 那就像是消费券一样 一方面可以借由这个消费券 借由刺激消费 来刺激景气 那时候的消费券 也不全然是不好 那时候也刺激到有一些 比方说消费型的产业 它事实上是有得到一些好处的 所以借由刺激消费来刺激景气 这也是一个好处 既然是福利 福利就是无论大小孩 大家都有 如果说要分一个 如果说是救责 救责才就要分了 分说你收你管收你救 低收入富 但我是想说 小英的这个利益良善 他元素的意义 应该就是说 我们领薪的薪水 薪水改缠 我们这些路线来重 我们对国家的建设 都有很大的贡献 不然说这么多年来 那么我们六岁金 国家没其他的福利 所以小英是说 我们超书的金 我们用一个更简单 简单明瞭的方法 就直接退给我们每一位人民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 可是我认为把它扩大到 我们这一千万位 壽星阶层有申报 这个壽星阶层的 那都应该得到 那每个人大概四千块 差不多了 好 到底这四百亿是福利 还是救济 还是经济红利的分享 我们回来讲 发消费券这件事 当然也有人说 那为什么不发消费券 所以我们要看 过去发消费的经验 再来想这一次 该不该发消费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到底这四百亿 除了保障一般民众的 基本生活之外 有没有机会 不担心 就说我除了保障他的生活之外 我还能够刺激景气 刺激景气层上 这才是高招 我你就说了 这是来行的 1930年以后 全世界的经济 都设计什么 设计凯因斯理论 凯因斯理论 它的意思就是 政府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当全民都已经水深火热的时候 你政府要扮演什么 要把你的身体趴下去 让老百姓走过那个桥 对吧 不过我平常要搞水金 搞你这个政府要做什么 阿摩托店要出钱了 你这个政府 大家不是都吃完老百姓的 狗的水金 不然你自己贪 你自己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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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要趴下去 让我过 这很简单的 既然消费券要花 那我希望政府的钱一块 動作六块用 就是资金乘数效果 但是经济消费券 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因为之前的消费券 也有不少批评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希望 资金乘数效果 可以到六倍 阿光我会举一个例子 在一个不景气的 美国的西部小镇 大家都欠少 有一天 有一个人塞美兰 来到一个小镇 唯一的饭店 把老闆说老闆 我想要影响住你们家 但是我要来看你 那种方设备好了 他总要放一百块 美金都过台 他总要去到面前看 老闆总要一百块拿去 跑去对面 那个买丁肉 买丁肉 买丁肉 拿到一百块 跑去隔壁 乞丁的乞丁 乞丁的老闆 拿到一百块 跑去隔壁 买丁的乞丁 乞丁的老闆 跑去隔壁 跑去对面 纪录他们的 买丁一百块 因为 金乞丁 大头可以不吃 小头还是要完 所以 他同样欠纪录一百块 纪录当初没收一百块 所以 他欠饭丁的饭丁 之前欠一百块 纪录拿到一百块 跑去饭丁 跑去一百块 跑去一百块 刚才拿到一百块 人家在面前就说 你这 中方太饭 我应该不买到这一百块 拿到那里拿去 开车 开车 前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十分钟前 那个小镇六的人都欠小 大家都欠一百块 十分钟后 一百块大家都欠了 大家又从此又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这个几次进行做的效果 那个BNW车主的那一百块 还是继续放到他的口袋 对对对 没差 但是 因为这样的消费循环 已经造成了货币乘数效应 这就是有时候在经济学里面 叫破窗理论 比如说经济都做不好 阿冠 您老最好的 我拿到一家 我拿到一家 你拿到一家 你拿到一家 你叫人来收你BNW了 对 因为我知道您老有钱 叫人收你花15块 收你BNW拿到15块 他拿50块去买米 50块去买麵包 50块去买油 这个15块就下出去了 对不对 他只拿50块的人 他就下出去了 下六次就是资金层数下五六次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经济行就是从无到有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消费券 以前就是什么 很多亿工 那时候大家 2008年都雷漫事件 所以阿婆都拿去招货店 招货店直接责给他 根本没买东西 他是三千六百块去 request 他没有你的消费信心 所以你今天的消费券 設计如果当初说 你这个只要 你只能抵用 變成消费抵用券 抵用百分之二十 不能当现金 我 reservations 你三千六百块 你就可以乘以五倍 因为一百块你只能抵用一百块 ター颁 一千块你就lo 跟百貨公司的折價券是一樣的 對 你用這樣的話 就可以變成五倍的成數效果 所以之前發消費券 之所以沒有造成那麼龐大的效益 就是本來有評估GDP應該成長 我印象中是0.64 結果只有0.28到0.23 這中間的落差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你所發的消費券 它們沒有真的去消費嗎 對 那的時候時空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因為我們看 2,000公斤以來我們達人的GDP要1.8 2,000公斤已經負到十一百貨 這就代表什麼 全世界的金風海嘯 你全世界的金風海嘯大家不敢花錢 比如說現在來說 我們一些我們的中輩 我們可能你過年 你過年過年報 你媽媽的紅包 他不開喔 他躺在那裡 因為他怕開了怎麼辦 開了我萬年沒錢怎麼辦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都花到百里會 以前擔心的是死的 現在可以花到百里會嗎 對啊 我們現在大家健康啊 以前擔心的是死得太早 所以以前 現在擔心的是活得太久錢留太少 所以我們以前祝人家長命百歲 這已經不是祝福的話了 對啊 長命百歲很硬動 不是啦 我今年九十九歲 你叫我長命百歲 你是做我明年抓去嗎 所以現在要超命200歲 政府的施政的頭腦也要打開 完全用不一樣的思維 好 之前消費券還產生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 大家去買東西 可能買的是進口貨 買的是進口家電 結果呢 賺到什麼人 賺到什麼人 是賺到國際品牌 不是我們本土的品牌 這是第一 第二是它產生了替代效應 就是說我本來要買的 要買油的 要買豆油的 我本來就要開 但是發了消費券之後 我就等...等... 我領到消費券的時候 我用消費券去開 所以我本來就要開的 用消費券去開 也是一樣的 並沒有創造消費 反而產生了替代效應 這是知情消費券 另外兩個問題 對 你就說到那個關鍵點 我們你今天喔 店裡整天的 你一家月賺五十萬 但是過年的時候 你老闆說 你手術很好 我給你五萬塊 你會先花五萬塊 還是先花五十萬 雖然錢沒什麼 當市長給你一包包五萬塊 對 跟你的薪水五十萬 打到你的火頭 你會先花五萬 還是先花五十萬 當然要先花五萬 五萬 天葬掉下來的禮物嘛 對不對 你今天 我拚生拚死 我一國會賺三萬 賺兩萬一 突然 喔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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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五百 而且那個可能是他本來就要消費的消費 對 所以說你一定要設計 變成底價的那個 底價券的那個概念 所以我認為直接發紅包 可能會保障基本生活 但沒有辦法刺激經濟 但是像之前那樣赤裸裸發消費券 恐怕也會產生過去曾經發生過的問題 替代效應 我覺得最好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對 折價 發像消費券一樣的折價券 對 你如果把我兌換現金的話 你這樣就砍五年 這樣叫詐欺 用詐欺罪他就不敢兌換現金了 那這樣既可以保障生活 對 又可以刺激消費 不然我開十五點 你三千六塊 我三千六塊 好 所以也許小英政府要好好想一想 這四百億呢 到底要怎麼花 怎麼發 才能夠真正的發在刀口上 好 緊接著一日一大王 在今天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說得到拼經濟 高雄每天都有新招 所以在今天我們邀請了一日一大王 的是褲子大王 來到節目現場 要來談談 到底他怎麼觀察高雄經濟 不過說到高雄經濟 再接韓國瑜的新招是什麼呢 他說他希望能夠發高雄幣 高雄幣到底是什麼呢 高雄幣這個新名詞 剩不到半個月就要上路 拿滿的量 要出來一下 南華商場 李市長走進商圈協助推廣 我們現在高雄幣要推動嘛 演藝十八號開始推動 還沒講完 又碰上另一個陶雞 上前詢問高雄幣是什麼 我現在是說要怎麼用 要怎麼用 他是不是說用商圈嘛 一頭霧水 李市長講解得好辛苦 其實簡單來說 消費者上門購物 商家能自行決定 給出1%到10%的回饋 到南華商圈消費 只要拿出手機 掃QR扣 屆時 再拿著點數到 六合夜市的 合作商家消費 就可以扣掉點數 享有著扣 除了南華商圈 六合夜市 還有光華夜市 都是在韓國瑜 及王金平親自示範 如何使用後 18號開始示範 我們店家 我們會擔心說 會不會收不到錢 對 因為客人刷了 這個錢我要去哪裡領 高雄幣 要那個手機 我一國我就不願意 推出高雄幣 希望落實 潛流在高雄的循環經濟 業者多半樂觀其成 但即將上路 大部分店家 還是一知半解 推出到成功推廣之間 恐怕還有努力空間 三立新聞 朱俊傑林玉茲 高雄報導 盛神秀你是在地高雄人 是 有效不效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他把這個議題丟出來 至少我就坐在這邊了 我感覺是好的 至少你就賺到通告費了 我就賺到通告費了 那高雄幣到底有效不效 過年在交 OK啦 OK啦 來 柏位來講一下 高雄幣你認為 其實高雄幣 韓國瑜也不是第一台 他那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我今天去消費之後 他的回饋 就像我們的紅利基點 他被稱為高雄幣而已嗎 跟我們一般的紅利基點的意思是一樣的 對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去很認真做地方的錢的研究的時候 發覺說 他講的高雄幣 我們理解世界上的 神租的錢幣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我們知道 這個布里斯托幣 其實是一個幾萬人的神租 但是高雄有277萬人 你是到底所有的賣藥都要用 還是最款要用 他現在說三大商圈先用 然後將來再擴大 如果如果最款要用 他用Line Pay就好了 他用一卡通就好了 他這個高雄錢 他沒有造成到地方的 這個促進經濟的活絡的效果 所以變成是一種 你可以去買這個大富翁的錢幣 拿來自己分就好了 你不用再用一個APP 不是這個意思 他的意思是不是 我消費之後 比如說我今天花錢 花了一百塊 然後商家也許回饋 譬如說五塊 那五塊錢 不是真的給你五塊錢現金 是變成五塊錢的高雄幣 然後下次你可以再用 對 但是你高雄錢好像 它有點像紅利基點 理論上高雄錢 我們可以在高雄用而已 對 這個城市貨幣 它的目標是什麼 它的目標是再循環 就是讓我們自己的神租 裡面可以再擴大一遍 但是他現在做的 其實 我們說地方貨幣有五個要件 第一個不能炒作不能儲蓄 第二個 不會增加外債 第三個要有穩定性 貨幣穩定性 第四個要有流通性 第五個要有在地消費性 今天要做地方貨幣 第一件事 你地方要跟中央來參加 它跟新台幣的企業性在哪裡 那你現在自己用一個 類似卡通公司 或是個人虛擬貨幣的系統 其實它不是一個貨幣性質的存在 它沒有調節財政的功能 它好像有什麼 類似 百貨公司 自己買一個三千塊禮券 要上五十塊的概念 其實是這樣 它是代幣的概念 代幣的概念 我們到遊樂區以前不是要買代幣嗎 它是代幣的概念 阿公我現在在你那邊消費一千塊 然後阿公你要折價10%給我一百塊 那一百塊你如果現金給我 我去拿到隔壁屏東去花 對高雄沒有幫助 所以這一百塊打下去 只限高雄可以使用 它並沒有辦法 所以它其實是想促進循環經濟 它沒有辦法像節目前半段講的 那個六成的效應出來 那它其實是要促進內需的經濟 有沒有辦法像之前我們前面講的 那個乘數效應可以出來嗎 你把它設計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設計它的折價的只能折最高到百分之二十 像很多商店它現在不是 阿公我發給你五十塊的那個折價券嗎 對 那你一次你要超過五百塊 我才給你折價五十塊 你不能說你收集五張 收集十張五十塊的 然後我一餐五百塊 你全部給我不要 這樣不行 還是回到折價的概念 對 不過褲子大王 雖然我們不知道高雄幣有沒有效 因為它十八號才要示範給我們看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在操作上 在技術上能不能克服 因為落筆檔 你是要用手機大掃 那怎麼樣去基點 這個平台設計得好不好 好不好使用也很重要嘛 如果落筆檔 沒有應該要試 每個人都拿手機去掃 阿公阿嬤不會效 沒有幾波 會不會又影響到聲音 我們不知道 這要真的去運作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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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